跳箱跳起來半倒 差點跌倒 假裝沒事發生 哈囉我是Guy 今天來盤點一些粉絲們的投稿 大家在健身的時候發生最丟臉的事情 在開始前呢 我先講一個我自己的好了 有一次呢 我在健身房拿啞鈴 獵刃上鞋 鞋板彎舉 然後一個暖身重量 然後旁邊很多人在看我一個想表現的心態 不小心用力過猛 然後舉起來的時候太快 然後敲到自己的嘴唇 那很明顯呢 我頭就是反射動作晃了一下 然後當下呢 我就假裝沒事 我就繼續二頭彎舉 然後我就餘光就瞄到旁邊 有一些人他們好像有發現 然後就一直抖 但他們也很有禮貌 就是沒有笑出聲音 但是就是 一直在憋笑這樣 我覺得有時候呢 就是發生一點意外的當下 可能沒有那麼好笑 好笑的是就是 你發生意外之後 假裝沒事的樣子 我曾經做傳統運舉 兩邊槓片裝不一樣重 舉起來自己嚇一跳 旁邊人看傻 一位大叔在我面前 拿兩公斤的啞鈴打太極 我沒有跟你想說 操控安排 我的球 全都可以 我看什麼 我看什麼 你不要 你不要 有什麼 我看什麼 你有感覺啊 我看什麼 這招 還滿酸的 我看什麼 用力的時候就放屁了 趕快裝作沒事 一臉狐疑的看看左右人 用力的時候不小心撲出來這個無可厚非 但是不要嫁禍給旁邊的人好嗎 很壞 走完30分鐘登高機才發現耳機沒有連到藍牙 大家陪我聽了兩部快轉的六人形 鋼片夾到腳 然後為了面子還不能叫 痛爆 然後我以前發生過最慘痛的就是 我拿了很大顆的啞鈴在做臥推 然後去放啞鈴的時候呢 不小心卡壓到我的大拇指上面 哇 我這個主肩休息真正休了30分鐘 帥教練一直教女學員 竟發現她的帳篷慢慢的升起 哇 短短的兩句話 資訊量爆表 那個帥教練 美女學員 然後升起的帳篷 還有在旁邊偷看帳篷的你 我想只要是新手無時無刻都覺得有人在看 而不敢練 我跟你們說我自己是非常懂那種無時無刻都有人在看你健身的那種感覺 但其實不用想太多了 你就專心練你自己的就好了 久而久之呢 你慢慢的就會習慣了 再練背下拉 後面有個女生在練硬舉 做完一組 直接站起 向後倒著走 直接撞上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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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過有一群人呢 確實他們就是每練完一組呢 就會照著鏡子 然後在那邊走來走去 不外乎呢就是展現他們 沖血的時候那個肌肉的樣子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我自己也很常看到有些人練完胸啊 他們就會一直對著鏡子 然後45度一直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喬自己的奶 來喬一下自己那沖血 脹大的胸部 我朋友去拿槓片 結果去拆別人槓鈴上正在用的 還反射動作解開卡扣 其實有的時候那個器材擺得太近啊 你確實看到槓片會有一個想要去拿他的衝動 但是解開卡扣這個真的是 有點太ㄎㄧㄤ 忘記自己穿著學校制服去健身房 因為自己不會做被朋友故意模仿嘲笑 因為自己不會做被朋友故意模仿嘲笑 深蹲槓片默默加到120 結果完全蹲不動 哈哈哈哈哈哈 這數要怎麼帥啊 穿運動神力小短褲淡淡露出來 血液 所以我合理的懷疑你當時深蹲的時候 氣溫應該有35度以上 其实我觉得看了看大家这些留言回复 一些健身时发生的丢脸事情 我都觉得无伤大雅 都是一些事后回想起来会觉得很有趣的回忆 那一些茶余饭后的话题 可以讲出来跟朋友笑一笑 真正丢脸的那些行为 反而是你在健身的时候 不去尊重场地跟其他旁边的健身会员 去影响到他们的健身体验 比如说过度的吼叫 或是霸占器材 还在上面滑手机做很久 或是你用完健身器材 像是bench什么的 上面留下非常多的汗字 然后不去清洁 还有很多人会偷看帅哥或辣妹 然后造成其他人健身的不自在 那就真的要好好的检讨一下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发生 或是遇过什么健身房很丢脸的事情 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 我是杰盖一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